大家好,今天是中国的新年,我们农历年 九哥在拉斯维加斯,我的车库里,像全世界的华人 就是说看我的视频的华人,问个好 祝大家新年愉快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希望今年疫情能够结束 有好消息,据说是欧洲27个国家 已经基本上宣布疫情就结束了 以后就不要搞这些测试 什么严格的那些复杂的措施了 希望能够慢慢向好的方向进行下去 今天过年想跟大家讲讲什么呢 主要想讲讲人身安全问题 这个人啊,我们活在世界上啊 最最主要的就是安全 为什么想起来讲这个话题呢 是由于这个早两天呢 就在我们这个家的附近 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 我今天早上 这个奔茨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是就是沉浸了好 从一段时间呢 就是说无语而话都讲不出来 就在我们这个附近啊 他不是高速公路 有一个59岁的一个男人 他这个还有一个 两个人开了车 他自己坐在驾驶时 他在开车 开了一百麦 一百麦是什么 什么什么意思啊 是一百六十公里 每小时一百六十公里的这样速度 在普通的路上 还不是高速公路 你高速公路 我们顶多开的六十五嘛 六十五麦的话 六六三十六 也就是这个一百多 一百一十公里的样子啊 但是 你再快一点开了七十麦 七十五麦 你了不得了嘛 他开一百麦 结果是 在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啊 闯红灯 就把这个 有一家人 开的一个Toyota 这个丰田的 像Mini One 丰田的小面包车 一家七口人 父亲母亲 五个孩子 这一下 九条人命 还有一些的旁边啊 开的这个车啊 有六辆车 也就是说 受到影响 其中有两个现在还在医院里 哎呀 真的 很凄惨 不过我也跟奔驰老师讲 我说那一家人七口人都没有 希望他家里没有别人了啊 还说好一点 如果说有一个人活着 你看如果是父亲或者母亲 一个人活下来的话 那是什么心情 你醒过来以后 医生告诉你 你一家人都没有了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解这个行车安全问题啊 我们知道这个汽车啊 有这个日系车 韩系车 德系车 美国车 各种各样的汽车 这个日系车啊 真的就是 很多就是买二手车的话一定买日系车 尤其是十年以上的这个车啊 这个日系车是 啊 最最安全 因为它 不会坏啊 封田车 本田车 神车 开不烂 OK 尤其是这个 本田的这个 Civic 或者是 丰田的这个 Color 或者是这个 啊 Nissan的Centra 这都是神车 开不烂的神车 啊 但是如果这些车是在日本的话是可以的 啊 你如果买这个车在一些小城市 没有高速公路啊 就是出去买买菜什么东西那 那确实是好 但是你要这种车去开高速 啊 尤其在欧洲 那个德国的autobahn 那叫真的会有问题 因为日本车啊 它号称是我们这个做车是给你开的 不是给你撞的 我们不是造坦克 所以它为了省油 为了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造价什么 什么东西啊 它的这个底盘啊 它的这个车身啊 它这个车身啊 确实是很 很脆弱 我这一辈子啊 没有发生过什么很大的车祸 没有在这种高速公路上 怎么怎么产生的 人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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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伤害没有 啊 除了在日本有一次 那时候那时候后来 撞到我后来有些有些有些反应 但是每次冲撞 因为我一直开日系车嘛 那都是非常的惨重 我首先讲这个 我开了一个丰田小面包车 啊 丰田小面包车 在这个 罗马利亚 罗马利亚 我这个拐弯 我这么直走 然后我要进另外一个地方 我一拐弯进去 突然我看见有人 有人先到了 有人在那走 因为我们这个 在日本开车开 看完来看的人 我们就会停车 如果说是中国或者是罗马利亚人 他会直接就先开进去 他会抢的人 过之前 其实我有足够的时间 我不需要那么江头们 去等人 我开过去就没事了 结果完全是日本式的那种那种搞法 或者是这个江头们那种搞法 我 哇 在那停住了 等那个人 这个那边来一个车 根本看也不看 啪就直接撞到我腰上 速度不是很快哦 速度真的不是很快哦 不是高速公路 不是那个 就是一般的路 我那个小面包 就整个就挖进去了 整个就是整个腰啊 就是那就 身材就很好了 那个腰就碰 就变成这样 细腰了 这个另外就是我在这个日本 日本就是在停车场 你看那停车场 有可能有多快吗 那不可能快吗 但我的车已经停好了 对面的人在看手机 就是一 他就超过线 怕就撞到我的头上 而且它是一个轻量自行车 sorry 而且它是一个轻量汽车 就是说那个600cc那种小汽车 都把我那个汽车撞了一个轱辱 撞了就是没法开了 所以还是报废 就是日本车啊 真的是这么的不精壮 这个韩系车其实也是这样的 韩系车的这个壳啊 这个整个结构啊 这个整个结构啊 那么精壮的呢 那厨型的话还是德系车 这个德系车啊 它不管它高配低配 不管它便宜贵 它这个底盘呢 都差不多 都是很重很重的 虽然这个德系车呢 它真的毛病很多 啊 我这个有 在拉斯维家是有一个朋友 开了一辆这个 叫图安吧 啊 这个大宗图安 才开了四年五年 啊 新车 他买了新车 开了四年五年 他就告诉我 他修了好多次了 不断的这个小毛病 那个小毛病 他就跟我讲不要买这个车 不要买这个车 那你想 十年之后的车 你买二手车的话 那你想想看 那是个什么车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啊 虽然德系车 在欧洲很多啊 你买个德系车的话 你修起来可能会很便宜 因为它零件很便宜嘛 大宗车的东西很多嘛 但是你一天到晚坏 也是很伤脑筋啊 老是坏在路上的话 要去修 那也还是很伤脑筋的事情 那钱是一个事情 时间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 找修理场啊 去看这个高那个啊 很费时间很伤脑筋啊 呃 所以我这些现在有三个车 我三个车呢 就是说这个 最开始我买的这个Keya 啊 这个Keya这辆车呢 我真的很走运啊 我的车都是买的很好 而且很便宜 我买车啊 这个一辈子都 都是蛮走运的 没有没有出现过什么 太糟糕的车 Keya这个车 当时买的时候只有五年 它是2012年的车 我们是2017年 一起买的嘛 这个车 是五六年的一个一个车 这个车就是奔驰老师的看家车 啊 这么多这个四五年 在美国 它就是天天开的这辆车 去给小孩上学下课什么 就从来没有停过 它真的这辆车是 呃 早两天我换了个车胎 我把这个车胎换了一下换了一下 我就又到那个高速上试了一下 那真的很轻快 开起来很舒服 真的有点像BW的那种感觉 开起来哗 这个这个摄影了那么小的车 它动力还真的不错 因为我不小心开了八十麦的 我还不知道 所以做一个小车 来说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啊 这么多年没有出现过任何错误 就换个油啊 啊 换个车胎啊 呃 听一下这个reliable这个车是不错的 但是我现在就担心 你这个车 你要是开的高速上又那么低 你人家 现在这个 这几天啊 哎呀 呃 就最近 我跟本次老师出去的话 基本上 每次出去都要看到车祸 星期六我们带小孩去 去这个滑冰 回路上也是看到车祸 昨天 啊 一位老兄请我们吃 因为昨天是过年嘛 啊 我们去这个市中心去吃这个点心啊 啊 所以感谢这位老兄破费了啊 这个一顿饭吃掉这个是上百米斤啊 那是不少啊 所以呢 这个回家的路上也是看到有车祸 所以这个车祸真的很多 那么我买了一辆小皮卡 这辆皮卡我以前讲过是2003年的Nissan Frontier 尽管快20年的车了 这个车况还是非常的好 刹车啊 各个方面啊 这个引擎啊 非常非常安静 那开起来就 就非常泡沫 非常好 那么这么老的车 就有一天 有一辆车啊 我们车是停在这里的哦 原来车从经过 就没看清楚 就撞到我们这个车上去了 撞到车上去 就是撞了一个胎 撞了我们一个一个脚 我们这个小皮卡没什么 没什么事 看不透什么东西 除了胎也有点刮坏啊 这个 有一点点印子以外 但是那个车 是一个日本车 这稀里滑了已经就是 整个前面那个灯啊 什么全部都那里 稀里滑了 好像一个很大的事故一样 所以这个日本车啊 真的 真的你就是不要把这个日本车 当 当这个坦克啊 那我们还有一辆车 是个啊 是这个Volvo 啊 中文叫什么 叫富豪啊 叫沃尔沃啊 沃尔沃的 他们叫XC60 XC60 这个车 啊 这辆车开起来真的是 非常舒服 非常好 我很喜欢这辆车的开着那种感觉 非常好 这个不是一个 我们三辆车都不是那个涡轮中压的 就是那个Turbo 不是Turbo 都是自然吸气发动机 我喜欢自然吸气发动机 因为我并不需要那种急速的加速 我不是那种小伙子 想开赛车 啊 我就要自然的开 而这个自然吸气发动机啊 它就是维修就少 因为它温度低 那涡轮 这个这个这个Turbo 它这里面几千度的温度在里面燃烧 所以它那个引擎就容易坏 啊 就就你保护它就就就就比较麻烦 但是自然吸气发动机呢 它的是这个固扎力也就很小 我三台都是自然发动 这个自然的这个吸气发动机 啊 发电 sorry 自然吸气发动机啊 所以呢 发动机呢 我不用太愁 所以这个 我这个车啊 真的是开起来 我前一阵子开了我一个老兄的 一辆这个Nexus 啊 Nexus RH350 那神车 神车 成为世界上最最安全的车啊 这个车是就是说 绝对不破坏的开不烂的车 但是从开车的这个乐趣来说 从开车的这个驾驶感觉来说 我还是觉得我这个 啊 这个SCC60啊 比较比较好开 啊 当然我那位老兄他也有一辆 他有两辆车 他有一辆跟我这个车一模一样 他还有一辆 就是这个啊 Nexus 350 所以呢 我开这辆车啊 原来想把它卖掉 我现在决定就不卖了 为什么 我要把它保留下来 为什么 我就跟笨子老师说 以后啊 你开高速 就开这个 窝窝算了 开这个 啊 这个窝窝啊 他这个 frame 啊 他这个整个这个底盘呢 他是一整体的 说窝窝是安全安全啊 他这个 连他那个标记 都是一个安全带嘛 就是一个安全带 好像是这个窝窝这家公司 发明的 啊 那么 据说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车祸 是有人死在窝窝的车里面 前一阵子我看了一个台湾的一个视频啊 这个台湾的一个一个车主啊 他已经是买了他第三台窝窝 为什么 他就是说窝窝已经救了他一家人的命 他曾经开了一个窝窝 跟人家发生车祸了 对面那个车是稀里花了 他包括他自己的半个半年大啊 六个月的小孩 他跟他太太 都没事 连轻伤都没有 他就感谢窝窝 就救了我的命 然后他就一直就开窝窝 我不是在这里没窝窝吹牛皮啊 我没有收到任何窝窝的这个账族费 没有啊 没有 其实我以前在 在这个挪威的时候啊 我有过一辆窝窝 我真的非常不喜欢 那辆窝窝的话 当然它不是高配的 它是一个 是在河南啊 在这个Netherland 制造的一个窝窝 哦 那个冬天啊 打啊 打不着 打着以后要热车 热好长时间 那个车真的不行 啊 我到了这个日本去以后呢 就买了一辆这个XC90 XC90 窝窝的 但是就没有动力 还有车啊 真的太重了 那简直就开个坦克一样 就没有动力 加上也许是 可能是这个车主啊 以前那个车主啊 可能就没有开过什么高速 可能就一直是开低速的 所以他那车没一点力气 开不起来 那速度根本就跑不起来 所以我没有半年我就卖掉了 很快就卖掉了 再加上我那个秦月啊 我这个前面那个太太秦月 在那个车上写了两个字 用日语写了两个鸡巴两个字 哎呦 那个汽车 关你什么事情 那警察来了 那拍照都不好意思 警察 那半天不好意思 拍拍拍照 留住证据 他自己 用那个钥匙什么东西 或者是盯着刻的 就是用日语写的亲情 鸡巴 那最后只好是整个这个版材 都要拿下来 全部都漆过 那漆的时候 那游记公司看了半天 谁会 谁会这么无聊 写个鸡巴写着你车上啊 我说是我太太 哦 那我理解了 你那个太太可能就一定那么想着 你那个鸡巴 你不给她 那她只好写着你车上了 对吧 那可能是这样吧 所以这个沃沃这个车呢 其实呢 这个那个车 我也不喜欢 暂时买了这个车以后呢 当然也修了两次了 修了不少钱 但是我仍然觉得要保留它 就是为了生命安全的话 无论如何 要保留这个沃沃 我在这里啊 服务一下啊 在这个拉斯维加斯 有没有这个修沃沃的好的车行 大家请推荐一下 我早是找到了一家啊 找到了一家技术也是不错 各方面也感觉还还不错 但是呢好像是人呢 就是我们这个communication 好像不是 不是特别的啊 不像我跟另外一家叫做 就是叫什么啊 王斌修车 王斌修车 这家公司啊 我真的要推荐一下 啊 那个那个交流很很舒畅啊 所以我的这个 KIA和那个 小皮卡都是给那个王斌去修 但是这个沃沃啊 我一直没有找到 我自己最最满意的一个车行 如果有的话呢 大家推荐一下 我还有小毛毛病 把它修好它 啊 还有就是车胎 也跟大家讲一讲啊 这个 很多事故啊 都是有车胎发生的 这一次啊 就是说 我这个奔赤啊 过生日 过生日 送什么礼物给他 说什么都不要 但是我看了一下 我说我给你买两个新车胎吧 因为他那两个车胎 是两年前我给他换了 换了两个前胎 那后胎啊 还是我们买的车的时候 那个车胎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2017年78 2018年买的已经四五年了 那里车胎以前也在车胎 至少有两三年嘛 那么这个车胎 就已经是五六年的车胎了啊 尤其是这个拉斯维加斯很干燥 有时候夏天很热 所以它这个塑料就会发硬 就会开裂 所以我最近就检查了一下 其实它的纹路还很好 按照一般说 纹路还这么好 还那么深的那个 那就没问题 但是我按了按 我就发现它那个车胎啊 就很硬了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就是说 那个橡胶很硬的 发硬的 我说不行 你要换掉它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新车胎 就把那个新车胎 放在前面的车胎 把它前面放到后面 这一开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它自己都吓一跳 它说 哦 没想到我这个车 可以这么久 把那刹车就刹住 我以前总是以为 那个是 就是这个车胎慢慢旧了以后 你没有感觉 你刹车刹不住 你以为车阶应该是这样 事实上不是的 车胎老化以后 发硬以后 就像我们穿的这个鞋底一样 像我这个 不是 那个 早几年 我不是在 在美国把手摔弹了吗 这个手指摔弹了吗 为什么摔弹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是我的鞋 我穿了一双鞋 这个是这个 New Balance New Balance这个鞋 但是就是由于它太旧了 因为我这个人呢 就是说一喜欢东西 我就买很多 啊 我喜欢这个鞋 我就买三双 买双放在里面 没有穿 你一直不穿 它那个胶啊 就已经就 就硬了 但是鞋还是新的 我也舍不得 但我就穿的那个 就很多年的 那个新鞋去打球 但是那个底已经 非常非常非常地 这个打滑 所以我在跑的时候啊 它根本刹不住 然后我就滚到地上 你看 喂了一双 舍不得这双鞋 啊 就是由于它是新的啊 啊 你还去穿的 结果你把手摔断了 你说你值不值得 所以我要提醒所有的爸爸们 啊 妈妈们 为了小孩的这个生命安全啊 要不断地检查自己的车胎 OK 五年 有了五年的车胎 最好就把它换掉它 尤其是如果说是 但是你如果在那边 比较湿润呢 那个气候比较好的 那另当别论 如果是在很寒冷的地方 它的车胎也是容易发映啊 或者说很干燥 很热的地方 这个车胎都是容易变质的 所以只要是有车胎 尤其是侧面 有了有了这个这个裂缝 有这个crack crack 有裂缝的话 这个车胎一定要换换掉 你想想你看 你要在高速上 车胎爆了以后 很多人又没有这个经验 一打房间盘了 什么东西 你就做事故 所以这个车胎呀 真的是一定要经常检查 要换 那么换什么车胎呢 这就是有很多说法了 对吧 米其林这个 British Stone 关于车胎呢 我是很有兴趣 以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跟大家聊一聊 我对车胎的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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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吧 我是非常喜欢这些东西的啊 那么就是说 今天 骆骆说说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开车的安全 这牵涉到你的幸福 你的全家人的幸福啊 你的人生 不要为了一个小小的事情 一个车胎 或者是一点小事情 这个车啊 懒得去修 啊 这个刹车啊 不及时公换 我出了问题的话 那就是后悔莫及 这个小钱真的不能省 啊 这个刹车皮啊 一定每一次去换机油的时候 要请这个车行的师傅看一下 你看我的刹车皮 还有多少 要不要换呢 如果说是 这个师傅说 啊 你还可以开千八公里啊 你还可以开多少的话 你就要 准备要换了 提早一点换 OK 车胎也是一样的 提早一点换 浪费就浪费 你保命要紧 啊 那么今天 关于这个 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的人生安全呢 啊 从这个车的这个 我们可以做到的 啊 这样呢 就是跟大家聊了聊啊 最后就是讲讲 为什么我要这个奔驰老师以后 只要是上高楼 一定要开这个 温温温呢 因为温温温 跟我那个小皮卡 他车身比较高 啊 你看这个美国人开车 都是开的小皮卡 像大的车 他车身都比较高 对吧 你要是开这个小弟弟 那么矮矮的 像那个KIA 这种小车车的话 那你就抓住把你碾住了 就直接碾到你身上来了 那你稍微超高一点 你同样的车的话 那就是对对对 或者小一点的车 就等于撞了一下脚嘛 对不对 你撞在车胎上 撞在身子上 那没有直接撞在你人身上嘛 所以很多啊 就是 哎呀 我们我们就是 就是平时稍微注意一点点 啊 稍微的那个什么一点点 可能就是在关键时候 会救我们的命 OK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 再次祝大家信念愉快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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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